好 来 那这个呢 其实是台服的RO的那一个他自己分享的连接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RO技能预期修改 OK 那所以他是说大家的心声呢 他们都有听到了 所以他们预期修改这些职业 好 那职业的这里呢 就是有很多嘛 对吧 就是预期修改宠物伤害技能 根据玩家的暴击跟穿透属性 决定适用哪一种加成 那目前效果呢 除物伤害技能只享受穿透加成嘛 然后预期改了十字岁 改了这个重伤同时影响吸血效果 那目前效果呢 只影响这个治疗效果而已 所以重伤这个东西呢 以后可能就是 吸血跟治疗都有影响了 这个跟奶妈之前改的那个有点一样 就是奶妈赞美的这些不是有改的嘛 对吧 吸血也是一样 所以呢 这个加重了这个 因为可能比较好玩嘛 多一些元素 就是这些buff的东西 我觉得会比较好玩 OK 那重伤呢 他应该就是看你需要什么的 他就会决定你要是什么东西吧 你是需要暴击的或穿透的 他就会跟你决定要哪一个 我觉得是不错 好 那第一个职业呢 之前被改成神的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讲一个 就是跟这个字面上来讲一下吧 好 这个斩击翼呢 就是斩击翼的治疗效果呢 降低将包括吸血的效果 所以也是一样的 现在他应该要改成呢 现在所有的debuff啊 因为之前的debuff呢 是全部是给奶妈的治愈 或是你吃药这些回血的 他才会扣 那吸血呢 是没有参在里面的 所以导致呢 有很多普攻型的 攻速流的 他们的这个吸血呢 因为吸很快 伤害又高嘛 所以呢 血量一直的回得太快 就是一直满血的状态 那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调整呢 我觉得是要把这个吸血的问题呢 给解决 只要你中到一些debuff的话 你可能连吸血的这个 呃 趴数都会降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一个改动 好 那第一盏二呢 也是一样哈 这个治疗效果呢 也是包括吸血的 所以引装这个部分呢 就只改了这个东西 就是让吸血的这个也可以去nerve啊 所以降低吸血量嘛 好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基础技能十字军 每击中一个目标呢 额外降低固定技能冷却2秒 这个我觉得是不错 对吧 这个技能我觉得是可以不错 然后对范围中每个目标造成360%的物理攻击加4% 目前最大生命值加80%以目标的体质的武器属性伤害 最大生命加成对MVP Boss Mini是无效的 所以打完了是无效 这个单纯呢 是哪来刷怪或者是哪来打架 因为克魔岛的怪呢 其实他们呢 现在的血量是比较多的嘛 所以这个技能呢 可能看起来比较有用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打人了 打坦克 因为目前官方可能发现坦克 很多坦克都是狂冲血量的 一只很肉很肉 站在那边 然后大家都打他半天 或是不想打他 浪费时间 所以最近就一直出了 就是可以对针对目标最大生命值加伤害的这些东西吧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巨人卡也是一样 也是有针对的 然后目前呢 他这里还有80%以目标的体质 所以对奶妈 或者是一些坦克点很高体质的 比如说是七八千体质的话呢 可能这个伤害呢 就非常的可观 也是间接的直接加强这个技能吧 我觉得是不错的 那目前目标是最大4%的这个就先 我觉得也是ok啊 对吧 应该没有什么好讲的 然后那第二个职业呢 就是法师了 法师呢 引装的技能改动呢 火箭数低 火箭数会提升这个技能的伤害 12%乘以等级加24% 然后火箭数2的话呢 是提升20%乘以等级加50%的技能伤害 那奔雷数呢也是一样增加伤害 奔雷数1 奔雷数2 雷击数1 它也是提高这样的伤害 然后冰箭数1也是提高伤害 雷击数2 冰箭数2也是提高伤害 对吧 所以所有的这个法师 其实这些技能呢 都有所提升伤害 那这个东西有所提升伤害呢 应该是跟闲者有关的 或者是说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技能可能会达到预期 大家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同时他也想要让闲者 因为闲者他很常用这些基本的 这些什么数 什么数 什么数 什么数的 对吧 比如说火箭数的 那闲者在电脑板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耐着等下我们再来看他这些技能好不好 反正是法师这个技能呢 可能闲者的改动 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稍微的有做调整了一下 那看你们大家觉得如何吧 其实在东南亚服目前打这个神圈的之战 WOC来看呢 法师是超强的一个输出的存在 对 就是可以跟射手匹迷的 匹敌的一个职业啦 但是后续我们还要继续再看 反正打到那个半决赛总决事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个结论了 那白色监狱呢 额外忽视目标8%到20%的这个定身的抗性 然后大地扭曲呢 忽略8%加20%的这个石化 那这个目前已知啦 定身抗性呢 是没得解的 石化抗性好像也没卡片可以抗 那这两个东西我不知道作用是什么 可能未来有这些抗性卡的存在吧 OK 可能下个版本就有了 所以我们也说不定 好 那基础的技能呢 这个烈焰冲击可累积两次冲能的次数 然后 冲刺范围从6米 改为8米 这个又加强了2米啊 又长长了 可以啊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拿来位移的啦 它伤害啊 那个 对 就是拿来位移的一个技能 固定CD时间修改为10秒 火焰的这个持续的时间啊 这个地上的这个火焰呢 持续时间呢 改为7秒 去火焰的路径上呢 会减速50%啦 这个目标你们采到火的会减速 那这个就是说你只要是用这技能来闪躲技能什么的 别人追你的时候呢 没有那么容易贴到你啦 好 他是有做出了一些这样的调整 那白色的Jenny冷却CD是从12秒改到6秒 直接砍一半耶 没有人要用是不是啊 呵呵呵呵 好 灵魂爆发 那这个技能呢 我们就看字面上的意思就好了 到时候再来测吧 好不好 这个技能的系数呢 修改为900% 对象处于白色的Jenny状态 或者是血量低于30%的时候呢 本技能 不固定CD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只要你血量禅的 就是低于30% 或者是说你中这个白色的Jenny 他这个呢 就没有固定的CD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一直的往他脸砸下去吧 这个灵魂的爆发 OK 就往他脸砸 这个也是算一个瞬间的爆发伤害了吧 那实不实用呢 等测试了才知道好不好 好 那这个圣烟沼泽地属性的台甲 会转换 会转换这个我们的这个 衣服的属性会转换成地属性的 然后每0.5秒的判断一次机率从30%提高到50% 这个提高20%就是有重跟没重一样的概念 攻速降低50% 修改为最终攻速降低300% 最终急速降低30% 范围内无法齐称 减速效果出范围后 不会移除 持续到时间结束 神迹 那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也是因为闲者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突然改强了 我跟你们讲 因为呢 客户王岛版本呢 法师呢 其实这些 控制他的兵啊 还有那些其实都很烂 那就是变成这些的 这些 然后就是变成这些沼泽 让你们来多一些控制的一个手段 因为法师 正常来讲 普通玩家是打一个控制流的嘛 对吧 控制骚扰流的 然后呢 他在搭配闲者 因为闲者呢 大家都知道 他是可以开地毯解除这些范围的这些技能的 所以呢 可能你们就 如果怕这技能 你们就要去靠闲者 所以呢 还是为闲者而铺垫 我觉得是ok没问题啊 这个技能真的是有一点点屌了 你们不要看低这个最终降低 急速30% 这个攻速300% 可能你们就射的比较慢而已 这个最终急速降低30%的 可能有些奶妈 他们单手的 那个急速不够的朋友 可能他们要唱一首歌 都唱不了啊 如果他站在你这个沼泽 神煙沼泽里面的话 他们可能连唱歌都唱不了啊 所以这个有料 而因为他说你只要走出你也不算 你要待到他CD结束嘛 对吧 这个持续时间结束 我觉得是可以啊 但是万能药应该是可以解掉的 好 那石化诅咒 额外没错到 额外受到每秒2%maxHP的障碍 然后对王武将就是增加这个石化诅咒的障碍啦 然后元素旋温同时使目标冰冻石化暗性 冰冻石化黑暗抗性降低50% 先降低抗性再造成负面效果 水对抗冰冻抗 反正这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玩啊 反正没有人玩的话也不用理他 好 那半径辐射 使所有远程的施法技能的施法距离提升4秒 4秒 4米 看我讲什么 提升4米 又变长了 这次好多都变长啊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因为 你们那个什么 法师单手双手的 这个就先不谈了 我觉得是有料耶 猎法很傻 你知道吗 4米不就跟猎人一样远了 不知道 哦 这个4米呢 我不知道多远啊 反正 就是猎人是不能靠近嘛 人家靠近猎人4米的话 你就那个射的那个会变烂对吧 这个呢 会增加在4米 可能就是要来搞你射手的好不好 要来搞你射手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牧师了 那牧师呢 撒水呢 那这个什么友帮的单体的武器属性啊 变成死去120秒 我觉得这个算了 不了 然后复活呢 因为台服的复活 是没有像我们这里有 固定冷却那么长啦 他们营唱呢 是0.2秒 然后复活友帮单位呢 回复起85%HP 并消耗自身60%的SP 所以他们的这个改动的想法 是要让奶妈不能无脑的一直开复活去救队友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 他消耗你自身60% 那你就是要吃药啊 如果你队友连续三个人死的话 你复活一次60%不见剩40% 那40%你触发不了 你一定要吃药 你吃药 你再去 救 一个 呃 对 CD好 可能一个药可以救两个 最多救三个吧 不然你就要等药的CD时间 哦 可以耶 这个想法还不错的 对吧 这个消耗自身60%SP 就是瞬间限制你们这个无脑一直复活的感觉 然后打怪呢 目标 为恶魔系或不死系的时候呢 视为对其他放同等级的转身术 消耗蓝石魔力晃定石CD 哦 他也是要消耗这个蓝石啦 诶 消耗蓝石魔力晃石 我以为他说不需要消耗了 还是要消耗 应该是还是要消耗啊 就跟转身术是一样的 然后固定冷却是3秒 可以啊 这个台服的这个改动 可能看说有没有 就是不能无脑的救人吧 这个看一下感觉不错 那看我们多纳亚服之后 如果说台服实验这个不错的话呢 看多纳亚服要不要改 看多纳亚服要不要改吧 但是先等他们测试先哦 那贴死之急呢 攻击恶魔不死属性的魔二增加 30%伤害 诶 这个我记得之前是20%而已 对吧 这个变成30%了 神圣之锤 应该这个没有什么人用吧 还有暴墓在了吗 暴墓有的话按加1好不好 同时对目标范围4米内的 其他造成150的无视 防御圣属性的物理伤害 可以 目标是恶魔呢 布什的话额外提高100% 每到这光硬技能会提高10%成算 哇 感觉好像很给 可是正常来讲呢 都不会放这个技能啦 除非他这次改了之后呢 伤害太大 因为不然他们正常普攻的话 就会普攻到底啊 牺牲起伏 指全弹性的最终急速加10% 持续120秒 固定冷却CD12秒 触发减少冷却CD爆发性技能 什么意思 触发减少冷却CD爆发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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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爆发性技能是什么意思 就是会突然减少CD的感觉吗 这个意思吗 还是暴击会减少CD的感觉啊 那么要把回血卡改成回魔卡了 回魔卡好像也回不了啊 除非你智力 应该要这样讲 你的技能那些回蓝的要点 要点回蓝的技能 要点回蓝的技能 它比较限制你这样子 这个等台服测试的再来 好 来了 那接下来就是猎人 基础的技能呢 无限射击啊 向自身前方 60度的闪行区呢 持续射这个六轮的射击 那每轮射击呢 攻射出五根 每根呢 是十度 每灵条一秒呢 发射一根 每根呢 这个使造成600% 武器属性物理伤害 三根目标 每轮最多只兽一次 OK 那该技能可以搭配元素 箭死来使用 可以吃到这个元素的 技能的被动啊 那目标被命中时呢 将进入重伤 哦 重伤就是刚刚开头讲的啊 就是对面如果是吸血 治愈的话呢 都会降低啊 对吧 吸血或治愈的话都会降低 重伤呢 状态呢 目标受到 治愈血血的降低50% 这也有讲了 直接少一半耶 他没有慢慢减 他直接减一半耶 目标每次被击中多一次呢 最 每轮最多是 中一次 额外受到 击中时的 乘300%的武器属性的伤害 哎 这我目前看呢 我是看的 好像有好像有很屌这样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屌 反正是给急速列有一点点小小的希望啦 我不知道急速列还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的话 可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 之之还有在玩而已 那这个专注射击呢 是这一次的重点之重点啦 好 伤害系数提高到650% 对目标添加标记 状态可以叠加 最高五层 每层从15%修改为8%的额外伤害 持续时间提高到10秒 其实这里的之前是15% 现在改成8% 但是它有提高了这个伤害的系数 所以是瞬间爆发比较高 对吧 那个瞬间的 那一瞬间的意思吗 我不懂啊 反正这个改动呢 是这一次的 猎人应该的关注点啦 好 那这个也是等它出来看 那多重射击的 多重射击为目标 增加这个标记 也是一样 好 那瑞莉射击的 该技能呢 不再产生暴击 而且有38G呢 使技能的伤害额外提高100% 伤害系数呢 从350%提高到530% 好 先不多说什么 狼狮药 maxHP伤害呢 效果从1.5改为2.5 好也不讲 原宿陷阱 触发范围5米 有效范围5米 还有人在玩原宿陷阱的吗 我不懂 好 那最后的 这个最后还有 还有几只啊 还有三个 这个很快了 5到家 5到家 金刚不爱 不再消耗气球 技能 CD改为12秒 诶 这个 有一点看头 因为之前好像是需要消耗3颗气啊 对了 金刚不爱是需要消耗3颗气的 现在 而且它CD也是 蛮久的 但是它没有改 那个持续时间 如果没有点引装 那持续时间好像是3秒而已啊 有点短啊 这个 不够耐久 耐久力应该点一些 只是它现在这样改了 可以尝试用一下 只要不消耗气 我觉得都可以 有用 然后呢 这个 跳跳的 对范围内目标 照着伤害同时增加自身的移动速度 持续6秒 这个就有用了 之前我讲说它跳的时候没有用 现在这个跳呢 有加这个移动速度 有料 每期中一个目标额外提高10%的这个速度 增加控制效果 因为它原本其实是 它跳过去的比较 对吧 然后就完了之前 然后现在是有加这个速度 哇 这个是其实清泉的玩家会更加的灵活啊 对 清泉玩家更加灵活 然后 进战的 其实也算是两边都算灵活啦 比较灵活一点点 那但是挂机还是用不到 只有打架 点穴了这个气的 被攻击时呢 累积每 失去生命上限5%呢 生成一颗气 这个是额外加上去的 对不对啊 因为它原本好像是说 我忘记是怎样会加这个气了 反正它有一个加气的效果 我忘了 那现在是说多一个生命效果的 就是让你生气的这个 机率会上升啊 可是这个也是打架才有用啊 比如说你在打架的时候呢 你打别人别人打你 对吧 好像清泉的 他们就一直射 是射没有气了 别人打你 你受伤5% 然后你就可能会多一颗气 你又可以继续的射 但是挂机 如果你一发过去就秒掉了 怪的话 其实也是用不到 对吧 除非怪 你打不死怪 怪慢慢走到靠近你 把你打了 你血量受伤5% 那才生一颗气 我觉得这个是补气不错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能血量越低 你的气就越多越足啊 可能你一发射过去了 别人打残你了 你还可以继续连发 那这个改动呢 还是可以去 看一下 应该是蛮感觉不错的 好那阿修罗 阿修罗霸王拳呢 基础伤害呢 700每15点的力量 额外提到1% 诶这个之前已经改了 现在还在改吗 对吧 这个之前已经强化过了 现在还在改多一次吗 哦 不知道 罗霸霸王拳呢 是我们比较注重的一个技能啊 根据技能等级调整固定CD 因为现在是 不管一级还是满级都是一秒嘛 现在都是说要满级才能一秒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反正大家都是点满级的吧 对吧 这是我们重选的最重要的技能 我觉得OK 暴气随时 今天从10秒改为30秒 这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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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战 浅龙升天 20秒改为30秒 这个战 这个改了之后呢 可能就 就有一点点屌了 真的 这个算是一个 超强的一个buff啊 虽然只有 潜龙升天只有多10秒 对吧 潜龙升天虽然只有多10秒 诶 这10秒已经算很屌了 你能维持这个状态 多10秒 其实算很屌了 而且30秒 好像他冷却都已经转好了 是吧 我记得好像是冷却转好了 还是他冷却是多少秒 就忘了 好 那再忘了是 骑士了 骑士的技术技能呢 这个 暗 验 剑阵 就是那个 打的旁边会有很多 围绕你 那个剑的 持续的时间从12秒修改为24秒 哇 多一倍 伤害增压呢 持续时间从15秒修改到40秒 诶 伤害增压这个 15秒修改到40秒啊 真假的 恶猪尖不惨了 反正你们有用了 好 十四斤的盾集 修改为对目标方形3×3 放远力造成目标伤害 细数从3%最大血量 细数改为1.5% 橙笔哥哥 你有看到吗 哦 你的这个 改了 好 那盾集的这个1的 提高盾集自身 MAX HP技能的效果 0.1% 蛤 S2的是自身MAX HP血量的话呢 0.2%乘以等级再加0.3 并减少2.5%乘以 BLABLA目标 眩晕抗性 和PVP状态状态 BLABLA 哇 好难懂啊 反正就是盾集2的影装点了之后呢 就是它会降低对面的眩晕抗性啦 还有这个PP的负面的状态 但是不知道这个伤害提高 这个自身伤害呢 这个 会不会高于 这个修改的啊 应该是不会高于吧 这个1.5%这个应该是很香吧 不懂 可能是要你更多的血的话 伤害才会更加的高嘛 目前看呢 这个技能呢 应该是会降低伤害才对 好 之前 就是 呃 我们来随便分享啊 说十日军的 体十字哦 体十字的那个爆发太高啊 对啊 就是不管是打架挂机都太高啊 那这里的话呢 就修了 这个血量的系数 然后再加后面的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啦 这个成等级10的话就1嘛 对吧 1 1加0.2% 也是等于1.2%而已啊 你这里扣1.5% 好 你记得哦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一次呢 官方呢 说要 接下来要预期修改的 这些技能啊 那 几时改呢 还不知道 几时改还不知道 只是说接下来 即将会这样的改 那改了之后呢 我相信还是会有所调整的啦 那这个之后调整之后呢 我们再来 呃 跟台服的玩家 试过了之后 觉得如果不错很香 哦 那看 多达雅服要不要去 呃 运用 那如果要运用的话呢 大家的技能呢 可能可以做的调整吧 那这里呢 其实我觉得 他是有听到你们的心声啊 他把这些有一些 我觉得做debuff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游戏哦 土豪太强 是因为debuff做的不够强 只要你debuff做的够强的话呢 其实 土豪就不会那么无聊了 就是说 诶 我只要全身抗性抗满的话 就没有人打得死我 对吧 那现在只要有debuff的话 你还是可以消耗他 还是可以去虐他 所以我觉得是不错 避免土豪无聊 所以多处debuff啊 我是建议多处debuff 真的 诶 这个游戏不只是打架 是吧 他 我是觉得呢 其实玩武神呢 是蛮开心的 我讲真的 玩武神呢 其实他并不是说很烂 他会蛮开心 但是如果你是要去打 打架的 我觉得打王他也是不错啦 只是你要去打架的话 可能 就比如说 如果别人射不到你了 你就很开心很爽啊 那如果别人是技能流的 你可能就不爽了 因为你的血量很低啊 除非你还很快速的把对方秒掉 有啊 我